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沉醉于这南昌的美丽景色 传统文化和无限美食当中 今天我们探一探我们身后这一家南昌大饭店 这是一家以南昌菜为主题元素的一个菜馆 而且它的口号很响亮啊 跟名字一样 大饭店代表南昌 宴请八方 南昌好吃得这么多 它有没有这个实力呢 今天我们姐 下子 走了 南昌大饭店 老派的店名 加上宫店式的装修风格 更凸显了老南昌的历史韵味和文化气息 乍一看 火红的一片喜气洋洋 顶惊一看 很多小细节 让人梦回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出堂 诶 别挂了 一上二楼 这个很大气的红底浮雕 抗精质感的腾光格 南昌大饭店招牌 感觉很惹眼 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拍一张照 别有洞天啊 它整个的二楼用餐的这个地方呢 是以一个红色加金色加上暖色调灯光搭配的 我带你找一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很棒 这边是落地窗的用餐区 可以从上往下俯瞰万寿宫文化街区的这个街道 南昌大饭店有着超大的名厨亮造 厨师们的一朝一世 您都可以尽收眼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走心的小细节 更凸显了老南昌特色 在南昌大饭店呢 厨师那种一眼能够看到 就是老南昌的那种物件啊 还有一些小细节 值得我们去留心观察一下 比如说 我右手边啊 这个吊灯下面的剪读牌子上面 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互动题目 比如这个 时间很晚了 好安了 好安了 还算正宗的哈 开玩笑 全节不打碗 我们都在了一次 那除了这个牌块呢 它还有一个餐桌上面的等待提示牌 如果说您点完了菜以后 做了比较久了 不要着急 它是手工菜 请您耐心等待 先然后 点一下 现在我们去粉牙子上菜吧 那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儿时的味道 到底正不正宗吧 首先是这个南昌人最爱吃的 忘不掉的童年记忆啊 麻辣藕片 藕片首先啊 它的这个着色我就很喜欢 而且这还是个爱心的形状 这是巧合嘛 吃个藕都是爱你的样子 南昌人好浪漫啊 很清爽 很清爽 长节 长节很扎实 但特别吸汁 非常入味 这两道啊 耗原度很高 是外社工小时候的味道 吃完了凉菜 下面我们来检验检验 看这边的硬菜如何 这个菜呢 名叫鲍鱼仔 烧土猪肉 老南昌的红烧肉 香香甜甜 看那脂肪的部分是那么的吹痰可破 筋肉的部分就看起来是那么的细嫩 吃下去 哇 真的好香 好绵柔的口感 靠外表猪皮那一块是焦脆感满满的 猪皮下面肥肉那一块 入口即化特别温暖 油香似义 它整个的就是一种酱油加猪油香 推之不去 色泽红润 肉多味醇 冰糖浓汁包裹着细腻肥美的红烧肉 鲍鱼仔 有六块鲍鱼仔 看 泛着油光 正亮正亮的 味道很鲜美 很有弹性 它会弹牙 这种小鲍鱼的Q弹感 淋淋尽致 小鲜鲍鱼一口一个鲜脆爽口 这道硬菜确实有些儿时的味道 适合作为招待宾客的主菜 既有排场又不是家庭的亲切感 下面一道我们来尝一尝南昌人都很喜欢吃的油镜鱼 它这个是一种创新做法 是南昌大饭店首创的香酥油炸油镜鱼 第一次见没什么油的油镜鱼 看似相貌平平 实则内有乾坤哦 这个镜头您看好了 不得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哇 什么叫真正的外酥底嫩 金灿灿的鱼皮炸得酥脆 很紧致的感觉 看起来 它底下靠油的这一块鱼肚子又 哇 那口感是咔嚓咔嚓咔嚓的 它那个鱼皮部分都会渗出油汁来 所以是油香四溢的那种感觉 很温润的香酥感 下面 这位南昌人 每天都离不开的一道灵魂早餐 南昌本粉 而且呢 在这儿它卖的是全平道拌粉 加了甲鱼 大虾仁 萝卜干盐菜 牛肚 放在这个粉上面 哇 一拌起来就是扑鼻而来的 酱油香和麻油香 非常爽瓜 带有浓郁的白芝麻香 酱油香 就是一个字 却散 下面这道菜啊 造型很独特有没有 感觉充满了诗情画意 没错 这就是南昌大饭店的创新菜 文房四宝 这也代表着啊 咱们江西人 有文化 有底蕴 物华天保 人结地灵 把这个炸酥啊 做成了一个毛笔的形状 然后蘸点墨汁 哎 吃了以后咱肚子里有墨水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个蓝莓汁啊 灰蚝泼沫的感觉 嗯 千层的口感 酥脆 像这个刚刚出油锅的麻花一样 炸麻花那种感觉 那种味道 特别香 最后来一个经典甜品收尾 吃冰棒哦 老南昌定制冰棒 哇 一红一绿 这就是呢 以南昌作为城市logo的老冰棒了 特别适合拍照 哦 草莓味的 吃完了这些菜以后啊 吃个冰棒啊 结个腻 然后把这个热辣的口腔啊 降降温 又解辣又解腻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一开始我进店前呢 我看他的招牌上写的是 代表南昌 宴请八方 我就想 咧 杰莓斯口气蛮大耶 但尝过以后我发现呢 从菜品 环境 仪式感 氛围感 还有诚意满满上来看的话 确实代表南昌 他可以称为有力竞争对手 但是饭饭店不要骄傲啊 因为在南昌呢 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 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小韩带您上美食的小高速